全油管最快新闻,教育部对全国人大代表陈伟关于中小学午休书心躺睡工程的建议进行了答复。 教育部表示,充足的睡眠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教育部高度重视中小学校作息时间规范管理,并要求确保学生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此前,教育部已出台多项文件,要求各地区保障学生充足睡眠,并提高学生睡眠卫生习惯。 目前已有地方开始了校内午休的时间探索,如山西、郑州和山东等地。 教育部还将继续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创造学生午休条件,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